各位早晨,剛剛陳華波公佈了派五千元電子消費券 每個一千元還要最快在暑假的時候才可以派到 很多人就無論是黃藍,就說為什麼不派現金 其實你問我,二選一我一定是選電子消費券 起碼你確保到它在香港消費,不是拿了一塊錢 或者所謂那些拿著將香港身份證 人在外國的人回來拿錢,各樣東西 但是呢,很搞笑的,我很肯定這個電子消費券 無論大家怎樣釣也好,其實也是會很多人去拿 包括連安心出行都說別人盜取他的資料 就是各樣,說是很怕被人控制住那些黃絲 其實這個電子消費券一樣都可以拿到你的資訊 但我相信一涉及到錢的東西,那些人是會排隊 都是會給的,等於我經常在想 六合彩如果說要你提供,假設你中了獎 要你去提供你可能一年之內的行蹤 或者去那邊的,甚至拿你的所謂基因 我想大部分人都會肯 這件事就是我們沒什麼尊嚴的,我們把口說 戴個童心口罩人去追到你 打疫苗就說控制你,控制你的基因,拿你的基因 什麼測試,其實那些檢測都是想拿你的基因去培養 不知道是不是想創造得更多的這些香港人出來 總之沒有利益的就說不做不做,人家都是有陰謀的 但一去到有利益,派錢,派這些電子消費券 其實朱日九都會登記,別讓我說中 十居其九都是,到時候有電子消費券 接著就說要光顧黃店 不要益了對家,不要益了藍店 一定會有人拿,五千元一個月一千元怎麼會不拿呢 叫你光顧什麼都會光顧,對不對 我們就是這麼沒有這個骨氣 說起剛才說民族尊嚴那件事 就是我們人的尊嚴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開很多人移民 這陣子前陣子美國大停電 其實現在都好像還沒停完 其實看到一些畫面很慘 但如果這個畫面是回到中國某一個省 某一個市 肯定被人帶做文章 又說中國有多不行 中國其實都還沒開發 該死啦,共產黨統治就是這樣 但你見到現在美國德州大停電 其實是沒有人說過美國的 沒有人去說過美國 其實為什麼這麼落後 為什麼加州紐約的東西岸這麼繁榮 就是中間那些雞州就會這麼差 或者去怪州長 或者現在的總統沒有的 我相信就算特朗普繼續在這裡 其實不會有人去怪他 也不會有人覺得因為美國這樣 而覺得美國落後各樣 就是我們那種崇洋未愛 那些是真的在我們骨子裡 你試試中國有一個州 有一個市場 停電法在冬天寒冬 那些人排隊去拿石油器 在家裡煲滾水 去浸浴取暖 這件事如果發生在中國 肯定全世界一人一腳就這樣說 最近加拿大就直接說 新疆、中國、共產黨 如何令新疆這個人種種族滅絕 其實那些文宣跟 2019年那時候 香港社運是很相近 都是有一些受害者出來 拿了一些相片 哭哭哭 通常都扔個女生出來 就是耐弱一點 然後就希望有人會同情 憐憫、關注 又說自己家人很慘 就是被人拿去勞改 各樣各樣 那其實關於新疆這件事 我記得我 已經之前有片講過 也都 中國都講過很多次 就是澄清過很多次 甚至現在去新疆看 你看看那些人 其實沒有人會去關注這件事 大家只是用這件事去 攻擊中國大陸 就是 美國如是 加拿大這些西方國家都是這樣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人移民其實是一種恥辱 來的 你想想一下 別人去打你的民族 去壓制你們的國家 你們還好像 狗地去到那邊 宣誓效忠別人 將你這身人 賺到的錢 投資移民過去 在那邊落地生根 消費 去有你的下一代 就是說 這些不是一種恥辱是什麼 人家都屈你了 或者想拖下你這個民族的國際地位 你們的國家的國際地位 但是你要像狗一樣 拖下別人 等於人家打死你父母 你還跟賊走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沒有辦法 這麼多年 我們只會覺得 很好啊 要移民去加拿大 很想住加拿大 回加拿大 回澳洲 回什麼 明明你可能在那裡 只要蹲了幾年讀書 經常都用個翻字 很想在那邊生活 好像現在BNO的門 降低了這麼多給你過去 我們基本上九千多人 其實現在排隊 你看這些地產中介 全部全部全部都不爛 不斷說 十幾萬磅就可以買到一間公室 那些學校又如何好 附近 一條龍 各樣 其實看到我們是有幾多人 幾恨過去 幾恨去西方國家 上條片說走爛 移民 其實說到尾 就是現在有這麼闊的門檻 可以去到那些地方生活 每個人都反應 不會想自己什麼尊嚴 還說其實都沒有自由在香港 在香港自己都是二等公民 一等公民是大陸人 說廢話 我們根本就是崇洋未來 我們根本很想去這些西方國家 或者那些人回來香港 就說自己回流 又說自己在哪裡哪裡讀書 即使是高官 其實全世界上中下階層 全部都是這樣 那些骨子的崇洋未來 今天就公布了一份名單 就說鄭若驊 林鄭也好 或者各樣的高官 現在有官職的人 其實他們是 自己就算沒有外國國籍 但是他們的子女 家人的老公 其實都是有的 那你說多諷刺 教育局長 其實他們的子女 都不會是在香港讀書 但是他爸爸在香港做教育局長 你想想這件事 是諷刺到一個點 就是 我經常覺得 為什麼 多一個地方 香港的人經常想著移民 想著走 經常覺得別人很好 這個民族是永遠都不會強大的 我覺得香港沒得救了 但是我希望中國不會再這樣 如果中國大陸 那些人慢慢都會喜歡 留在中國大陸裡面這個地方 留在這裡 有錢都不會大大大 拿走又說去美國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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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經常想著走 就是在過去這十年八年 其實幾十年來都是一樣 但是我覺得如果慢慢可以 退到一個位 就是 那些人開始會願意留下 有錢的人 會願意留在自己國土 其實 國家才會強大 就是 這件事我想已經是很 顯錢不過 還有 最近這個公務員 就是要宣誓 各樣這些事情 很多黃絲在裡面 就是說 很多人都說 自己的標誌是黑色的 但是可能你在做入境處 警察、海關 又說自己怎麼報證 那為了一口飯吃 自己是白景 不是黑景 但是當現在公務員宣誓 其實辭職的人 是少之又少的 你看有多少人辭職 大部分其實你口說黃的人 又說政府怎麼控制你的極權 派些電子消費券給你 又說什麼資料 其實幾乎你什麼都肯填 五千元 就是不要說多少錢 就是這樣 你比如說公務員也是 現在要你們宣誓 那你們又肯宣誓 因為你們想補著這份工 還有你以為那些沒有能力的人 其實做公務員真的是一份優差 說到最後 我覺得香港現在這個狀況就是 其實那些莫須有 砌詞狡辯 其實都是給一些沒有利益 當你有利益的時候 其實做什麼都行